這個是小英總統今天針對換護照 這個是他的講法 他在民進黨中常會受訪 他說相信這樣能夠強化護照的辨識度 保障國人的安全 拿到護照 我們很清楚 我們就是台灣人 就是這個意思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民選手有麻煩嗎 這樣我其實國號沒變 我每一種見仁見智 有人說好 有人說盤子 只要不變更國號 現在我看是差別是台灣人變得更大 對 中華民國縮小比小 叫你英文名號ROC 叫在車輪裡面 我唯一有一個建議對我來講 因為我國民黨的 ROC稍微大一點 我會對這個稍微有建議而已 但是我覺得你這樣不對 你知道嗎 以前 那個安正式的國號啊 以前 Republic of China只有一個而已 但是這裡放三個而已 數量增加 中華民國不變 ROC一個而已 ROC三個 不是 這裡裡面 有三個 這裡有三個 你怎麼都我看的 那個花生有三個 如果想看的人可以看三遍 你看到你不想看為止 你來駕頭我看 洪彬大哥要來做發言人 你要吹三倍券 三倍券 你丟在那裡 我剛才沒有最少看駕頭 我真的看問誰有什麼 你沒有碰他都黑鑽灰 你來這裡就三個了 你台灣放得更大是對的 因為你注意人的反應 你知道阿扁 阿扁第一位 總統他把台灣放上去 他太敗了台灣 台灣放上去 你們國民黨那種不敢 不要這樣說 你正式國話不要變就好了 因為憲法在那裡 正式國話怎麼有變 現在也沒有變 對啊 你就 叫我太小了 叫我看不出來 以前出國拿那個護照 都很自然會把那個手 大拇指放在那個 China那個地方 把他蓋起來 就像不要給人家看到 就有時候在機場啊 免費商店的時候 那為什麼你怕人家看到 就不想被人家誤會嘛 看到穿哪兩個字嘛 那我 因為別人跟你異樣眼光嘛 特別在日本的時候嘛 會期待你通通包起來 對對對 我覺得很多 很多 很多國家其實是 寧可不賺你的錢 為什麼要動這個東西 我們先回到一個技術面 就是 讓外國人能夠 清楚的辨別出 我們兩千三百萬個台灣人 跟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一樣嘛 包含華航嘛 這次武安肺炎 我們捐口罩華航那個 就給我們五塊錢了 他是為了區別 那 為了區別 外國人看不看得懂中文 看不懂 他都看英文 所以我們這次修改 是採取怎樣 最大的辨識度 最小的內部矛盾 我們不希望內部 因為這樣來矛盾 我們再來玩 再來吵啦 對 所以問題 中華民國這次離中文 我不動 中華民國沒有消失嘛 英文啦 英文的台灣把它放大 沒有消失 哪有消失 沒有消失 中文的中華民國 連變小都沒有喔